記錄上他有沒有上線 上線喔 目前應該是沒有 就跟老師您用那個Google 如果你有登錄Google帳號 曾經找過的網站 曾經打過的關鍵字 有沒有都留在上面 他有清掉嗎 好像沒有吧 對 可是我想說是他如果說 因為有些他AI算是你的 可是他有說今天可能利用的 也有可能 沒有到你今天聊到我今天一整天都在聊聊 可能大概50片 那他說今天50片AI就可能不耐力再 可能稍微耐力修行 他目前來講這個跟Trip GT一樣 就是說如果你真的是免費的 你用很多 那你達到他一個就是那個流量上線的時候 他可能就會讓你會暫時沒有辦法用 因為這個資源是有限的 也就是說AI是相對比較好資源的 所以說他還是會有一個流量限制 那這個流量限制是說假設我今天流量限制 那我過幾天用他會更新 他會重新重來嗎 比如說今天的流量上線到了 那你就是24小時之後 你再用 又是另外一個開始 對對對 除非你付費這樣 哈哈哈哈 其實付費也是有一個流量上線 只是說那個數值就比較高 對對對 比如說像那個 剛剛我們不是有生成圖片嗎 欸 請問他有沒有限制 有 你看到這個生成圖片的部分 他其實每天給你15點 15點就是所謂的增強型的這個點數 那雖然我剛剛是扣過口拍的去生成 但是還是扣點數 這樣了解 OK 好你超過那15點還是可以生成 但是速度會變慢 OK 好 再來就是他的品質可能會稍微比較差 來老師請說 等一下我們會看另外一個那個 你如果真的現在要看 你可以幫我先打開這個 微軟新申請帳號這個Google文件有沒有 點開它 我上面不是放兩個網址嗎 第二個就是生成圖片的那個入口 在這邊你就可以看得到 看得到你的點數 你看我剛剛有沒有用掉一點了 只剩下14點有沒有 所以你應該知道 生成圖片會上癮 所以有些人真的不夠 兩個選擇 一個是付費 一個就是多個帳號 多帳號也不是 也不是什麼秘密嘛對不對 你看很多人 Gmail有沒有很多個 有啊 那微軟為什麼不能很多個 一樣可以啊 只要你不嫌麻煩的話 不嫌麻煩 你要切來切去的 那你願意你就可以用這樣子 OK 好 所以 您就可以找到 這邊 這樣 沒問題囉 好 好